第28題,28、29是一個題組,他說騎車在筆直的道路上向東行駛,復圖為其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圖 是回答28、29題,其中第28題是問 下列哪一段時間 車子的平均加速度的大小是最小的 那麼這個圖上面只有時間沒有速度的大小 所以我們不可能用計算的方式算出來 每一段的平均加速度有多大 然後 去比較他的大小,所以我們只能夠用VT圖的觀念 VT圖的觀念叫做直線球加速度,面積球位移 直線球加速度,割線是平均,切線是順時 直線如果越斜就代表加速度會越大 所以我們0到5分鐘的平均加速度我們就做他的割線 然後10分鐘到15分鐘我們也做他的割線 15到20分鐘也做他的割線 25到30分鐘也做他的割線 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出來 這裡面呢 直線割線裡面最不斜最平的呢 就是所謂的0到5分鐘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0到5分鐘的平均加速度呢是最小的 所以第28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A T等於0到5分鐘的時候 平均加速度的大小是最小的 鄭 雖然是60秒 好 現在後史莖